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大的鱼 一定很好吃 好了 大家辛苦了 开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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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办法了 拿好 你是谁 来我这混吃混喝 我 我不是混吃混喝的 我叫豆丁 我可以帮你们干活的 干活 就你这小身板能干活 这是当然了 你看 我真的好饿 救救你 救救你了 那好吧 年轻人 你入伙了 谢谢 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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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豆丁 你竟敢耍我 你竟敢耍我 你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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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饶不了你 我才不怕你呢 停 别闹了 胖子 这里是我的地盘 想欺负我的手下 那可不行 你的手下 可是 他是我的朋友 什么 豆丁是你的朋友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 他真的是我的朋友 我跟他是一起从 动物园里逃出来的 豆丁 曾经是 那好吧 大块头 你也留下来干活 干活 从今天起 你们就是和离军团的一员了 不管你们以前是 鼠猫 还是飞鼠 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一只和离 一只光荣的和离 作为一只和离呢 除了繁重的劳动之外 还必须牢记我们三条 铁样的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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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离军规第一条 对待搬木头的工作 要向下天般火热 胆敢违反 出发 出发 隔离军规第二条 就是不能偷懒 睡觉 钓鱼都不行 安堪违反 出发 是 黑莫里队长 我想请问你 你说的处罚到底是什么 处罚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好了 军规你们都知道了 现在就开始干活吧 别偷懒啊 不对啊 哪里不对啊 黑莫里队长不是说有三条军规吗 可是刚才他只说了两条 两条 嗯 不可能啊 第一 第二 对啊 是少了一条 第三条军规到底是什么呀 对了 第三条军规就是 记住前两条 啊 什么啊 还不赶快干活 我会来检查的 跟我来 好啊 发生了 嗯 嗯 黑木鱼队长 你说的处罚就是站在这里吗 别急别急 你们马上就知道了 好大的鱼啊 好疼啊 吐死我了 这下你们知道是什么惩罚了吧 好疼啊 太好了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 很累啊 在动物园的时候 就是不用干活 也有好吃好喝的 可是现在 你就别抱怨了 当心黑木鱼队长又来检查了 黑木鱼队长 是吗 我这儿就不能干活 是吗 我这儿就不想躲 那我这儿就不想躲 我们都在这儿就住在这儿 还要来 我这儿就不想躲 很难复杂了 我这儿就不想躲 又来 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投篮呢 累死了 什么声音 敌人袭击 上队 什么敌人 哪里有敌人呢 我也不知道啊 不管了 先躲起来再说 大胖子 干嘛跑那么快呀 等等我呀 小豆腿 你好啊 咱们又见面了 巴克快跑啊 我的小甜点 巴克我告诉你白士林在哪里 能不能放了我呀 求你了 救你了 救你了 好啊 我已经知道了 我看不见我 我看不见我 白士林 你在这儿吗 谁 可恶的木鲤 可恶的木鲤 可恶把你一口吞掉 你这只可恶的木鲤 好几天 求猫 虎羽 这个 这次就放过你们 下次不会有这么幸运了 白士林 干的不错 你是在表扬我吗 为什么只表扬凡事林一个人呢 我也很勇敢呢 豆丁表现得也很好 不过嘛 这一次主要是我黑木犁队长的功劳 是我带领大家打跑了巴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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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